大家好我是大叔 首先我要在这边跟我前妻智商歉意 关于外遇劈腿这件事 是我自己在两年前做出的不当行为 Pika Video团队成员大叔 日前被前妻爆出 婚内出轨公司实习生形象大翻车 随机火叔退出团队 同时出面录制道歉影片 承认自己出轨接着生意 不过日前台湾赢得世界棒球12强冠军赛 身为棒球迷的他 也感动的在IG发下长文 引起不成网友关注 今天台湾再度发文 写下早上起床的我好冷哦 不想上班 接着表示也是我 嗯我不用上班 幽默自嘲自己目前没有工作 就有网友留言猜测 他是否有意要付出 但有人认为目前还不适合 等个三年再出来啦 水还在滚耶 水温现在偏烫先不要 出发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